总统府前举办双十国庆典礼 总统蔡英文走进会场 站上主席胎 向全国民众发表国庆演说 形势在改变 只有超前部署才能掌握未来 才不会在变局中随波逐流 甚至被别人决定的命运 蔡英文提到当前国际新情势 除了疫情挑战 还包括区域正在发生的变动 从南海到中印冲突 甚至香港国安法 当前国际新秩序正在成行 因此台湾必须把握先机 我们将积极参与未来的 国际跟区域新秩序的建立 我们会秉持价值同门的原则 在国际社会广结善缘 并且跟理念相近和有我的国家 持续的提升伙伴的关系 宣誓台湾将参与更多国际合作与对话 而在台美互动 蔡英文说 双方合作已来到行动阶段 而在两岸关系上 对于习近平说中国永不称霸扩张 蔡英文也递出橄榄枝 北京如果能够正视台湾的声音 改变处理两岸关系的态度 和台湾共同促成两岸的和解 跟和平对话 相信一定可以化解区域的紧张局势 抛出两岸对话前提是相互尊重 不过现阶段共激平扰台 蔡英文重申 退让不会带来和平 只有精进国防实力 才能降低战争风险 而国庆大典包括前总统 与各党代表都说要出席 蔡英文也说 台湾要团结就能共度挑战 青唐练习台北中的报导